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体而言基本上今天是一个黑K 但是最高涨272点来到15152 重点在收盘收15000点 我跟各位讲的观念 这个时候就是 它是一个拉高成本的观念 所以拉高成本就是 你昨天不买 你今天买 15000起跳 你今天不管你再怎么买 你最低嘛 你买了14998 对不对 昨天14879收最高 昨天收最高 那你昨天不买 你今天买 你最便宜都是15000起跳 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有 所以 它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怎么形容 就是散户在担心 在害怕 可是大户在拼命回补 记得亲爱观众朋友 做股票我们要做一点 对的逻辑 对的逻辑 你说老师 做股票还有什么对的逻辑 买股票会涨就好了 当然 买股票会涨 那当然 但问题是 有的人是今天买一定要今天涨 对不对 那今天发动 你可能买了之后 对不对 然后震荡震荡 那你要忍受一下 一两天的这个震荡 到时候一上去 你才不会被洗掉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讲 最好的就是 你买了股票之后 你等 那当然你必须要去确定 这个股票 它的筹码干净 营收好 有爆发力 有大人在里面 这个就所谓是 对的逻辑 台北股市 你看 我说 这一路这样 一路这样下沙 那沙这里来 当然国安基金 这前面 9月份宣布进场 它也是套 那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国安基金有没有解套 应该是解套了 我想应该是解套了 而且还赚钱 那既然国安基金 都不会买到最低点的 你没有买到最低点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国安基金还在不在 我想应该还在 还没有卖掉 那你现在去买 你跟国安基金的成本 是差不多的 大概不会差太多 那你为什么不买 重点在选股 选股难 爆股票更难 你看131322在这里 我说这个是关键K棒 13223关键K棒 不买 拉到13638 你在官网拉到144007 这个大跳空缺口 一路这样给你拉上去 对不对 13000不买到现在你要买 买到15000了 这个叫什么 机会成本 那现在问题来了 你说老师 那涨到这里来了 还会不会再涨 该怎么操作 是不是又要回了 这段期间外资交易清淡了 因为外资交易清淡 所以外资 他不会在这个时间买太多 他过去台股卖掉很多 你看像台积电 台积电 今年外资还是卖超 总结来算 到11月30号 昨天为止 外资还是卖超 还是卖超 可是怎么样 八爷爷首购 变成台积电的首购主 那就不一样了 一样的道理 对不对 你400块下不买 不买给你跳到440 你要买全部440 从这边起算 你再不买 两三天后470 你再不买500 老师500还会不会再涨 跟你没有关系 跟外资法人比较有关系 因为外资他今年 还卖一坨拉口股票 就没想到八爷爷说 我第三季回头买了台积电 所以你一定要 这个做股票 一定要做有意义的事情 要领先 你买这个 像八爷爷买台积电 一出手买41亿美金 人家做这些有意义的事情 对不对 那虽然买了之后 八爷爷一买 这个七八九 第三季 七月八月九月 大盘是杀的 台积电是杀的 八爷爷眼睛都不眨 告诉你说 我买41亿 现在呢 八爷爷应该账上赚钱的 为什么 因为很快就回到八月高点了 这我已经跟各位讲过 台积电回八月高点 你认为大盘会不会回八月高点 这个留给各位自己去想 对不对 留给各位自己去想 所以我觉得 有的时候 就是 股票就是 你不要说今天又追那个 明天又追这个 做一些这种 比较没有意义的事情 像坦白来讲 我的口罩 我刚刚 我要录影之前 我忘了拿下来 我讲白的 今天口罩正式 口罩令正式解除 你们到街上去看看好了 在街上走的 口罩脱到有多少个 It really make no sense 我出去戴口罩 出门脱口罩 进门戴口罩 我进来点餐 点餐戴口罩 坐下来吃饭 在这个口罩拿下来 上厕所口罩戴起来 回来继续吃 口罩脱下来 去买单口罩戴起来 出门就口罩拿下来 这叫什么 脱了裤子放屁 对不对 我讲白的 这个政策 你光做股票 如果用这种口罩的政策 那真的叫做鱼不可及 那真的叫做鱼不可及 可是没有办法 对不对 逐步解封 对不对 我们逐步解封 当然我知道很多人 对于口罩这件事情 当然有人戴习惯了 我们拉回来讲 股票也是 每个都喜欢涨停板 那你去追涨停板 无可厚非 可是当你一直在追涨停板 一直在追涨停板的时候 你追了掉下来 追了掉下来 追了掉下来 你久而久之 你每天都在那边 当充赔钱 当充赔钱 或是隔日充赔钱的时候 你的资金是这样 慢慢慢慢消耗掉的 但标股其实都在你们身边 你这个精锐 今天创新高 涨停板 不需要再做解释 我9月15跟各位讲 我9月15的时候跟各位讲 在这一天 9月15号 沿路以来这样子 长到 你看 你看当中 我们不要讲这一段 我们不要讲这一段 这一段基本上来讲 还是在震荡整理 当拉出主身断奏 你当拉出主身断奏 他还在整理 甚至他创新高 涨停板之后 他还能开高 给你大跌 然后隔天 然后隔天再破低 第三天再破低 拉起来 你有没有看见 这喜多大 这三天的时间 震荡幅度 是超过 一个涨停板 甚至这个当天是开高 走低 一定很多人去追 因为这开盘价 你开高 走低 那天打到跌停板 没有锁 震荡震荡 慢慢上去 震荡震荡慢慢上去 震荡震荡慢慢上去 今天创新高 当然创新高在这里 我再怎么讲 我说这个股票 没有走完 你也不相信 那没有关系 重点是 精锐的大涨 它的含义是 不是只有精锐 而是整个安全 安全监控族群的 大爆发 亲爱的 圣平呢 圣平呢 今天也创新高 我多久前 跟各位讲 讲圣平 机友 有没有创新高 整个安全监控族群 大爆发了 这里面 对不对 圣平 我说获利王圣平 从7月份开始 有没有 我当时跟各位讲 他前三季赚7块2毛6 精锐赚5块3 他赚5块3 结果呢 前面掌停板 这个是没有量的 是空的 所谓空的意思是 它没有量 是市场上面 第一个 散户没有意识到 所以他就让量缩 直接跳空涨停 跳空涨停 跳空涨停 把大家的成本 垫高 公司大股东 当然就不用讲了嘛 那你要进来 做的 你的成本就是 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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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边开始起算 所以你前面不要想 你买不到 你也买不多 那既然你买不到 你买不多 主力也出不掉 大户也出不掉 大户也不愿意出啊 那个时候什么时候 那个时候 11月8号的时候 亲爱的 不到一个月前 我跟你讲 我说这个地方 刚刚开始 本一比不到10倍 有没有 再拉涨停 9号 恭喜圣品 再攻上掌停满所住 安共获利云王 再攻掌停满再创新高 有没有 我讲的 我讲的 有没有道理 你一个拉一个嘛 前面精锐 带圣品 后面圣品 推精锐 然后其有来怎么样 大家共襄圣局 因为其有基其最低 基偶 对不起 基偶 那这个礼拜 四个交易日 圣品 一根 两根 三根 四天四根掌停满 管你这个礼拜 到底怎么样震荡 这整个族群来讲都大爆发 整个族群来讲都大爆发 安全监控族群都大爆发 对不对 亲爱观众朋友 因为今天不是震荡震荡上去 特定融资大减 为什么大减 我就不讲了 我只讲结果就可以了 准备标记 准备标记 标记的意思各位懂吧 就是有钱做多不去做 看到涨不碎 你去放空 那你像这个金瑞今天 我想应该也没有荣卷 你也借不到了 老师盘中看他过 过不去下来了 我这个地方赶快去卖 做个当冲 拉扬去 全部赔钱买回来 还买不掉的 买不回来 空单盘中补不回来的 你现股当冲补不回来的 没有融券给你卖 卷这笔80%了 卷这笔82.78% 100张融资 配82张的融卷 你说这个不标记 这样子不标记 什么股票要不要借 那你再看 亲爱观众朋友 你看多狠 你看多狠 亲爱观众朋友 你看到没有多狠 你看这个阻力多狠 多凶狠 你看到多凶狠 你看到没有 他昨天一天融资减了608张 你看一天减这么多 所以卷这笔立刻被狂拉 他把融资 他把融资还掉之后 你市场上面的 卷之比就拉高了 那你这些融卷 你没有那么多融资去支持他 你手中融卷的 不是现在没有卷 你过去放空的 他如果要标记来 你要付手续费 你要付钱 所以为什么 所以为什么金锐 他的尾巴这样拉上去 你所有放空的 包含今天 以前所有放空的 如果标记 你都要去负担怎么样 借捐费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那当然有些股票 他也是这样子 最近有些股票也是这样子 我跟各位讲 我历了有时间 那本来 这个我下半段才有讲的 我跟你讲 来 新胜利 这你要注意这张股票 他卷之比从40% 快速拉到61% 我在这边买进的时候 对不对 卷之比40% 昨天卷之比拉到61% 你要注意这股票 今天是跌的 我不是只跟你讲掌听板的股票 这股票今天跌的 今天跌的嘛 你注意看哦 他的卷之比拉到61% 快速拉到61% 为什么 一样 融资一口气减了2100张 一口气大减 把这卷之比从40%拉到60% 你要看得懂 那你看再看 这个整体大户的千张大户 持股来讲的话 上个礼拜还是上升的 还是上升的 这是上礼拜 这是上礼拜 所以 我说标股的故事 背后一定有他的一些 一些因素 不足为外人道 可是让他涨上去的时候 哇 那个噼里啪 感觉上就怎么样 哇 琳琅满目 赏心悦目 所以 亲爱的观众朋友 你说精锐盛品 这些股票 都买不到了 那 一定还有别的嘛 所以我觉得 把握机会了 那宇哥也跟各位讲 农历年前我全包了 听清楚 你现在 跟着我操作 愿意跟着我操作 农历年前我全包了 那我们的节目 明年1月份开始 会有些变动 会有些改变 所以广告当中 你就把这个QR Code 把它扫描 加入好友 好不好 这个Line ID 你可以来 这个就是我的 你就Line ID 那个小老鼠133arygs 就把它打进去就好了 好吧 我们修一下进广告 马上回来 好 那金锐已经怎么样 就变腰股了 卷子比82%了 腰股 标了220了 对不对 6556盛品 标了157了 两个在追嘛 这赚5块3的金锐 涨到220块钱了 赚7块 7块多盛品 说我委屈 你再怎么委屈 人家前面一直涨 你后面本益笔一直拉 一直拉 你追不上他 那你永远都落后 你的股价落后 但是你这样就有想象空间 所以圣品的潜力 当然这个圣品潜力 也是超大的 只是说量 你说老师的量只有570张 我告诉你为什么 第一个 他股本只有2.8亿 第二个 他不能够献股当冲 不能够融资卷 所以没有那种 五头买民在里面 上下起手 懂我意思吗 所以他这一次来 就是因为他这边是因为量缩拉回 量缩拉回 那你看 这个就是当冲在那边乱搞 当冲在那边乱搞 当冲格尔冲在那边乱搞的嘛 你看到没有 搞到最后你还是要过高 那你不小心你去乱放空 你乱放空 对不对 哎呀这要破了平台去了 你空在这里 给你嘎上来 卷值比82% 你放空的人 你准备要付借卷费了 所以股票真的真的 你赚不到没有关系 不要做都没有关系 但你不能说这个大行情 你还赔钱 你还被嘎 晚上睡不着 像这两天天气比较冷 对不对 被嘎嘎的晚上叽叽叫的 那是属于强势股 那弱后股不当股 创委 我也跟各位讲 股票你就买下来 你等就好了嘛 不要急嘛 你追追什么呢 对不对 有这么好追的 让他自己涨停板就好了 我前两天跟各位讲 有没有 我前两天跟各位讲 我说出量补涨6104 我就跟你讲 大盘从8月这辆跌下来 这是8月 他现在在这里 我不要讲 我不要讲说他从什么地方跌下来 看到 不要讲 讲了你会怕 好不好 去年 今年3月开始跌跌跌跌跌 好我们就不要讲了 我们从8月份大盘这波跌下来就好 那你看大盘嘛 大盘8月快到了嘛 对不对 大盘高点嘛 对不对 台积电这里快到了嘛 对不对 创委还差一大截 差一大截 所以今天涨停板 恭喜啊 恭喜嘛 立开 股票满在等 不要急 人家这个专利授权 酝酿多少年啊 现在全世界只有两家做专利授权大厂的 那你让他整理整理 你如果不能等到时候就跌高 就去追嘛 你冲到100块钱以上的时候你再去追嘛 你要等出量大涨的时候 你要再赚那个3%5% OK没有问题啦 对不对 所以我告诉你们 所有会员都有啊 我天天跟各位讲 你电动车 玉龙涨成这样子 2201玉龙涨成这样子 卖车的 对不对 立开5227啊 手中一定要有 手中一定要有 联谊工 股票满在等 有没有 我告诉你准备突破 对不对 不是就工涨停了吗 有没有 什么时候 11月29号跟你讲的 准备突破 30号不是工涨停吗 对不对 有没有公开预告 先买再涨停 有没有 有没有 亲爱的 有没有 所以你跟不上的 我跟各位讲啦 你直接就 订阅 宇哥的YT频道啦 YouTube频道啦 记得订阅 分享 打开小铃铛 我再讲一次 来 跟不上的 直接订阅 分享 记得打开小铃铛 很简单 不要想那么多 那你要跟着我操作的 跟着我操作的 你看看 这个圣品 这个精锐 这标股的故事 还在持续当中 我们一起看下去嘛 对不对 那精锐圣品之后呢 一定还有好东西嘛 这好东西当然分享给你 好不好 所以我讲两件事情 第一个 你现在手头比较困难的 你要跟着我 做一个波段的 来 你就随时跟着我 订阅宇哥的YT频道 我停在这里 你们把它撒埋进去 订阅分享 打开小铃铛 你愿意跟着我的 我不会让你吃亏 你现在来 农历年前宇哥全包了 祝大家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介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